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有网友爆料 我忙过台主持何老师被举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吃空想 称何整编制在北外 多年没上过班 等工资照领不误 对此5月15号 何老师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回应了此事 我1997年毕业 留校任职到今天 学校前后安排的不同岗位的工作都努力做好 从18岁入学成为北外人 这么多年的感情和责任 初心不曾改变 只要我的存在能为北外增添一点光彩 为学生奉献一点力量 我都愿意 从来都是 抱歉让大家费心了 谢谢大家 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回应到 何炯虽不再担任教学工作 但一直在从事学校形象宣传 影响力推广等工作 并不是吃空想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植物管理 何炯已调任学校校友会 基金会工作 听闻此事 万千网友们真是看不下去了 GTV何老师打包不平 任哄是非多 何老师这样勤勤可恳的人也会被黑 哎 举报的人纯属羡慕嫉妒恨 永远支持愿意对全世界温暖的何老师 某个老新闻 也支持满满正能量的何老师报道